在家如何做出 有黏味的這個獅子頭 好 我來示範一下 獅子頭 是 對現代人來說 它調它的味道 內餡 調味 應該都不是什麼問題 現在問題是 它進油鍋 要定型的這個油溫 然後湯頭要怎麼樣 讓它很漂亮 這個是關鍵 是 好不好 來 請吳秉承 為我們示範一下 紅玉獅子頭 好 那閉起的部分 我們先把它拍碎 拍散 拍碎 獅子頭裡面的壁脊 是要吃到口感的嗎 其實它燉完之後 它變成像澱粉質一樣 你要讓它很脆 也不會到很脆 所以這個裡面的壁脊 你也可以把它換成 譬如像栗子 它增加甜度 栗子 或者裡面有的人 會把這個鷹嘴豆 也把它切碎 放進去 然後這個就不需要 過於太細 而且還有一點口感 對 然後肉的部分 先做一個動作 就是先剁 第一個讓它絞肉 跟它的油脂 密合在一起 另外一個就是你剁完之後 它會更細緻 那我們剛剛用 插的可以嗎 插的它還是有一些肉塊在 好 好 那有時候那個燉煮的時間 你們沒做是不是 他們用抓的 那真的很可惜 對 那會覺得舍盡很好 對 那以前的陶甲坡 就是拌豆腐進去 可是我們今天教就是比較正統的 一個市口的做法 加豆腐是陶甲坡啊 其實是陶甲坡 可是豆腐在裡面也會出水 對 豬肉就不用買那麼多 對 剛才那個 秋馬郎師傅希望 我在裡面加點醬油的時候 我有點遲疑 遲疑了一下 我剛剛也在思考這件事情 醬油是 因為我有吃我很白的 清燉的 清燉就是純白的 就是不會加醬油 那我們今天做紅燒的 希望裡面讓它入味 所以裡面會加點醬油 可是醬油的量要增鎖 要增鎖 所以要剁這麼久 要很細喔 很細緻 要剁到很細緻 然後你剁的過程 你會發現你這樣 肉一剝開 它就整個這樣 化開 化開 有這樣 有像 綿結 綿綿的這樣子 綿綿的那種感覺 所以這樣就可以了 好 這個完之後 我們就倒這個裡面來 剁的過程中 也會讓它出筋嘛 對 要讓它出筋 這個好了之後再洋蔥 就幫大家切好 就把它放進來 洋蔥 我的油是放在那裡 五香粉 一小時進來 對啊 好標準 然後米酒 這下得剛剛好 肥瘦比也是三七嘛 大部分都三七左右啦 三七比較勢重一點 不會太油也會太瘦 不會膩 有口感又不會膩 好 這個裡面 糖 好 那我想要問 我可以在柿子頭裡面 加豬皮嗎 我覺得可以耶 因為我發現 加豬皮超級好吃 更Q一點 好 香油補一點進來 我覺得那個也是陶甲薄 會讓柿子頭吃起來Q軟 對 可是你的豬皮必須要熟的 對 要熟的一起進去 對 薑進來 薑在裡面 你又拌進來 你再吃 它燉完之後 你還會吃到那種 薑的那個纖維質 渣渣 所以大部分我們就會用一個 薑水 薑水 來來來 再進去 放上左邊 好 水的部分 你不要全下 下一點進來 不太斜 對 然後再來就是醬油 醬油大約你大匙左右 好 進來之後 你就是這個先抓 好 第一個 讓它水分就已經吸乾了 吸乾之後再來就是 這三餐豆瘦水 對 一顆蛋 一顆蛋 整顆蛋 其實給大家是 大概500克的肉 其實你可以用到一顆蛋的量 你就先轉圈圈的方式 那這個部分 在下這個太白粉之前 你一定要讓它的這個黏性出來 低層的黏性一定要讓它出來 就是表示說你的這個 肉丸子的水分 它才會鎖得住 所以獅子頭到底捏完 要下去炸之前 它到底是要比較乾一點 還是 分濕 還是要帶一點濕潤感 濕潤感表示說它會有帶水分 要 要帶水分 好 你看這個就已經有黏性了 它剛剛在做任何的動作 都是為了把它水打進去 好 然後再來就是粉 把它把它粉固在外面 包起來 再進來 沒有 我有一直嚼... 我的手好像十一隻這樣 這個肉的部分你要捏起來 像這樣子 有軟滑感 簡單拍一下是主要讓它的 這個絞肉的裡面的空氣 跑一些掉 跑一些掉 對 就是不用在那邊一直大力的 一直搓... 對 過年的時候家裡的廚房 家裡的廚房已經打掃好了 你做個獅子頭又噴了滿個桌 滿滿的牆壁都濕了 那個絞肉也不好 我沒有了 我都沒有亂噴 但是你很大力 對 先分一半 然後再開三 對 好 你的大小力就... 這樣六顆才會平均 那為什麼我們剛剛就是這樣 在捏的過程當中 它會整個像漢堡排一樣 塌掉 因為你們那邊比較水那一點 所以它本身有水 你看它就慢慢往下塌 對 所以其實你就把這個拱起來 你要拱起來 拱起來完之後 這個黏性的從旁邊這邊滑進去就好 可是我覺得我們有圓 有 妳剛剛最後拔用得很圓 滿圓的 休息姐在那邊做得很好 謝謝 妳們都撐在那邊了 妳現在看我 他就在搶著等 所以他眼鏡很難看 你知道嗎 在我看 就像不要人 幹嘛啦 照一張 因為妳今天約他輸我的 不要啦 這很幼稚耶 幾歲了 好 我 是不是 你也有這種時候 大哥 是啊 他每次八年不夠重 尋到我 他真的 很高無語 超一半 超一半 他很少這樣 什麼話都不回頭 謝謝 那無愛 無愛 無愛啦 無愛 沒事 好 這邊你就往旁邊撥一下 為什麼要往旁邊撥 讓你的油鍋讓它撞凍 是油洞的油 它就不會丟臉 對 對 我如果剛才這樣鏟下來 很容易這個勢頭就卡到 不然你也可以用 譬如像 湯掃 就去剝它 推嗎 就是推它 那推它的過程 你的勢頭的 那個整個的 圓形的這個形狀 也會比較平均一點 好 這個溫度就有降下來了 好 砂鍋 你直接用砂鍋 直接用砂鍋 用砂鍋 好快 好快顏色就上來了 好 之後你就可以拿一個 漏勺就放在這邊 看顏色好了 看顏色 撈上來 香油 油味好像沒有很高 這邊嗎 這邊我把那個 它降了 溫度把它降下來 因為剛剛太高了 所以大概也只有150 160左右 對 因為你持續那麼高 其實它第二層外面定型的 第二層就還沒熟透 它外面已經焦了 合理 好 非常合理 這邊表面張力 它已經有點膨了 這個就是 你剛剛砂鍋裡面加了香油 跟蒜末嗎 蒜末 然後蔥花 蔥花 蒜末 你就可以在這個鍋底炒一下 那你今天是用炒鍋下去 煨這個柿子頭的 你就在炒鍋裡面做 那用砂鍋的好處就是 你也可以就是做完之後 整個盛上去 放兩個青菜 那我們今天是要用黏菜的感覺 所以我稍微會把它變化一下 就是說你到餐廳吃的時候 有時候就是一大盤 旁邊有菜 然後用它的醬再做一個 櫃汁 用它的醬 嗯 用它這個四頭的醬 你當然還要搶酥嗎 不用了吧 不用 它不用 退了 對 它不需要搶酥了 有生命跡象了 有生命跡象了 有生命跡象之後 有看到冒煙了就把火關掉 因為那個砂鍋本身的熱度很高 砂鍋最高可以燒到幾度 四 五百度 這麼高 對 它是空燒 對 空燒的話 空燒的話 那有東西燒呢 有東西燒 有東西燒 水分的話就水分瘦到乾 全下 對 這個要全下 這麼多 然後一樣下一丁丁 這是什麼素蠔油 素蠔油 五香粉一點進來 全下 紹興 紹興全下 你沒有 我們剛剛好燒 我們像湯頭裡面加的比較少 我大部分都藏在肉裡面 胡椒 因為有一個說法是說 你只要有這個湯的底料 然後有一個 一個簡單的大骨膏湯或雞膏湯 你其他的其實所有的味道 都是因為肉丸子釋放出來 這滾煮的過程中 肉丸子釋放出來 跟這個菜整個燒在一起的 另一個湯汁 所以並不是調在湯頭裡面 是不是肉丸還會出味道 對啊 肉丸還會有味道 像目前就是醬料的味道 然後在味的過程 肉丸子本身的肉味會出來 釋放出來之後 它那個湯頭就越來越好喝 就這樣把它放進去 不是 那我想問一下 如果獅子頭不用炸的 可以用什麼方法 用煎的 可是不會那麼遠 就不好看 就不會那麼遠 你說不用那麼多的油 半煎炸也好 我們之前有教過觀眾 就是用放到電鍋裡面去蒸 蒸啊 蒸也 可是不會像那麼香 香色不會 對 香氣一定會 油香味也不夠 是的 油香味也不夠 好 這個就加蓋子 我大約差不多四十分鐘左右 我就讓它燜著 你的火呢 火就是等它滾沸之後 轉個小火量 對 滾沸轉小火 拿著手 四十分鐘以後 它會長這個樣子 四十分鐘左右 三十分鐘以後 整個都味進去了耶 對 湯汁也越來越多 好 棒棒棒 大哥 光火 大哥 對不起 好 這邊我先稍微燙一下 這個花椰菜 青江菜 青江菜 我看過一個長輩他把這個 所有的丸子全部用白菜包的 一層一層的包 你完全從外面看不到肉 因為菜會削 他讓菜全部拔在肉裡 包著的 可以保護肉 然後讓菜直接用肉的味道去沖它 這樣看起來也很好看 然後菜很具體的長得 有點高麗菜捲的概念 有點 對 它的比較屬於就是一樣 就是肉丸子 然後把它包起來 然後進去燉 以為這樣已經好了 結果你還沒好 宴客你可以 就是過年的時候變大餐 你可以怎麼做 漂亮 好 這把它學起來 你想幹什麼 取湯汁 用它的湯汁做蕙汁 好 很難 要用它的湯汁做蕙汁 這個幹嘛 這個我先燙一下 因為我們溝度也沒有燙到很久 是生的 還生的 這個就把它燙熟 青江菜我把它這個地頭切掉 這樣下去 會不會滾得更快一點 吃得滾得更快 可是你比較不好 或是你把它對切 對切可以 一半 一半一半這樣 然後我建議用到 要用到這個頭 你要用到它的頭 你要用花兒的感覺嗎 就是把它切開 就變一朵花了 你過年的時候你就是 花開富貴 對啊 叫我們怎麼樣做大菜 對 紅運當頭花開富貴 對不對 我很會 哇 哇好棒喔 哇 它是鼻枕 不然你要刺它 扣八分 我剛剛是在 我剛剛是欣賞 它感覺好好吃耶 而且每一顆都好大汁喔 好想弄一碗白飯 真的 這個去做微麵一定很好吃 對 那個醬汁 這個留起來之後 其實你要做任何的變化 其他菜式的都可以 這樣的白菜底 你就 一樣把它鋪在這個底部 把它蹭起來 我覺得像台灣 如果是紅運獅子頭的話 那像日本是不是就像那種 千層火鍋 它就是白菜肉片 白菜肉片 白菜肉片 然後裡面很像一朵 一朵玫瑰這樣 很像 吼起來也是這樣 對... 好好吃耶 只差別它是肉片跟 餃肉不一樣 一曲同路 日式跟台式 做了八顆 八顆 八顆 好漂亮喔 有那幾顆 真的很漂亮耶 帶點太白粉 然後湯汁你就可以 自己再去增加 那以餐廳來講 像這個湯汁 我們會再加一些像蠔油 讓它限度更高一點 給你看 給你看 跟你剛剛試的一樣嗎 加 加 加 鹹一點 鹽糖 鹽糖 鹽糖不鹽糖胡椒 鹽糖胡椒 行政主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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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行政主廚就像這樣 一模一樣 可以 可以 指政主就是老闆 濃度要看起來 漂亮 這濃度很漂亮 要讓它流動 而且不斷地攪拌 要不然它會變一坨一坨 嗯 你會看到鼻涕 你知道 現在就很勻 有沒有 要擠大泡 擠大泡 表示它的受熱均勻 然後再來就是 香油 點出它的油亮感 就準備往上淋了 公斤了 來喔 哇 哇 漂亮咧 紅蜜水子頭 哇 這樣很漂亮 好吃團耶 五餅才滿正常的 水準就是 好不好 好棒 來 上桌 這就是師父跟我們平常的差別 對啊 我們這個先吃吳師父為我們做的 這樣 對 這樣 香香 對 好好吃耶 哨心的味道 哨心的味道好漂亮 肉丸子本身沒有什麼 沒有很重的味道 肉丸子的味道如果重的話 外面薑汁在重 它整個樣更鹹 你這樣勾芡 拔在上面這樣吃剛剛好 肉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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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丸子